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在運動 我在煎蘿蔔糕 我正趕著上班 我要趕著去上課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名义表达 对 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是2024年的8月29号星期四 礼拜四我们要进行的是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 马上我们就邀请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为我们分析最重要的外电新闻 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此刻呢 我们就要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分析最新最重要的新闻时事 老师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谢谢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 老师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同于过去几个礼拜关注的话题 像比如说德国像比如说印度但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要先请教 刘老师在过去这个礼拜以来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中东的情势啊 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呢 真主党有一个军事领袖叫做库舒尔 库舒尔呢被以色列的这个刺杀了 刺杀了以色列上个月呢有一个连环的这个暗杀案呢 那么刺杀了这个真主党领袖 而这个军事领袖呢被美国认为是 涉及到1983年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被攻击的这个事件 当时发生了军营的爆炸案 爆炸案呢结果美国觉得这个后面的主使者就是库舒尔 所以美国悬赏了500万美元呢 那么希望能够抓他归案啊 那过来呢上个礼拜呢 那上个月呢那以色列就跟着情报的非常精准呢 就找到的机会就把他贝鲁特一阵空中的这个恭喜啊 就把他给刺杀了 刺杀了那么真主党觉得很大的这个羞辱啊 所以真主党扬言说我一定要报复啊 报复呢呢当然这个报复这个整个气压非常低啊 那各种情报也显示大概就在上个礼拜了 所以在上个礼拜六 美国参谋所长联席会主席布朗将军呢 那么就突然造访了中东啊 抵达了约旦 约旦呢到让美国 那以色列情报单位显示 这个这个真主党要攻击了 所以8月25号呢 他先发制人 先发制人对黎巴嫩境内的40多处的这个目标 协方的攻击 攻击果然呢 那么在腹小时分呢 真主党开始反击 所以呢整个反击是5点半到7点 那发射了320枚火箭呢 攻击了以色列十几个目标 那我想呢 当然这几个 大概预期之中 那以色列当然也说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 他当然也可能在报复 那不过呢 于是我们就看了你报复我 我报复你 那这个冲突螺旋升高 那会变成中东区域的战争呢 那还好以色列他发动攻击之后呢 那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讲了 嗯 他说他说我们应该全力避免 这种冲突升高为区域战争 嗯 那然后这个政策部长就说啊 那大家现在可以松一口气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呢 就是以色列跟呃 黎巴嫩边界的这个战争呢 呃 并没有停 但他是胶着啊 胶着 但他也没有也没有升高成为区域战争 嗯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个紧张了半天 就结果呃 因为各种政治的考量呢 或者非常务实的考量 就是呃 郑主长觉得真的跟以色列打的话 也不仅仅打的会赢啊 嗯 那就干脆就就不打了啊 所以所以这看起来 这当然似乎又给了和平的谈判 或停火谈判又有点机会 是啊 那可是可是谈判又好像有胶着啊 所以这以色列这中东情绪 我觉得就是一个闷锅啊 他就是闷在那儿 啊 战争没有突破 谈判也没突破 是 战争没有突破 谈判也没有突破的温呃 闷锅 可是老师 那之前那个伊朗的这个部分 那他好像也说要打没打 呃 这个是不是两个也可以放在一块来看呢 是 是 伊朗呢 也没打啊 那伊朗说他一定会打啊 那么伊朗你想想看 那么这个当时 当时这个 以色列他是刺杀的哈马斯的政治领袖 那是在 那哈马斯的政治领袖是在伊朗当客人啊 嗯 在伊朗的国宾馆参加伊朗总统的就职 就就职完了 你把人家给暗杀掉了 是 那对伊朗的颜面无光嘛 啊 那可是呢 那伊朗也要考虑到 他现在希望能够跟西方改善关系 能够帮忙 能够解除制裁啊 呃 那所以所以伊朗当然放话说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呢 一定会报复啊 但是怎么报复 怎么精准 什么规模 呃 那那还在研判啊 是 那那上礼拜呢 伊朗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谈判呢 能够有突破 能够谈成啊 那伊朗就可能不打了 是吧 那伊朗不打 那就是一阵你可以讲说 伊朗是给双方谈判者一点压力 也可以说伊朗为他不想真的打仗 找寻一个下台阶啊 那于是 于是呢 上礼拜我们也看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九度到中东 那就跟中东 就跟哈马斯跟以色列讲啊 呃 赶快达成协议啊 那你说你看你要 大家也希望达成协议 伊朗的这个战争呢 呃 这个这个报复 你也可能因此而叫停啊 嗯 那这是关键的一刻 可是呃 我们晓得布林肯去推动和平 已经到中东 这是第九次了 是啊 他讲的这关键时刻非常重要 也不止一次了 嗯 那可是呢 就没有谈成啊 啊 就没有谈成 也就是也就是说呢 呃 这里面的卡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比如说 纳泰雅胡说 如果要达成这个 这个和平协议啊 那加萨的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关口啊 走廊啊 那我以色列必须占领 啊 这样子再避免 那个这个激进分子啊 或好战分子啊 从加萨南部转到北部啊 嗯 那那你要占领的话 那军方反对啊 军方说你这样不是给人家的印象 呃 就是说以色列的部队要重新回去占领加萨 那军方说不必啊 你若是考虑安全问题 我们可以有电子监控啊 那什么时候就电子监控更进步 然后只要发电情势有任何改变 我立刻可以非常精准的反击 我不需要派地面部队去占领这些地方啊 那那那当然军方的意见 但是呃 这个这个强硬派有很多这个内阁啊 呃 那亚湖的联合内阁里面很多是激进的强硬派 他们就说那是我们文人政府我们的决定啊 那你军方你只是把各种可能方案摆在桌上 到时候选哪个方案是我们决定 你怎么可以替我决定呢 啊 所以以色列内部也有军和文之间的冲突 那可是呢老百姓就觉得说赶快谈成吧 赶快谈成我的人质可以释放回来啊 我们要停火换人质 那那那他亚湖说不是 不是为谈判而谈判的 我要全部的胜利我才才叫停啊 那全部的胜利就不是谈判妥协了 那于是于是你就放老百姓跟政府也有问题 那有意思的是老百姓的要什么呢 他人质刚好回来啊 那那他亚湖说那我有办法不谈 可是还是把人质把你要回来啊 所以他就派了特种部队啊 特种部队还在各种非常精准的情报收集 哎 恩是在这个礼拜初 那他弄了一两个人质放回来了 在地道里面找到了人质 人质找到家属的这个喜极而弃啊 那那我就说你看看 没有谈成我还是可以把人质给你要回来啊 啊 那意思就是说也不是非谈成不可嘛 那那你从这样的既往的这个谈判 那不是就是我刚刚讲闷锅嘛 那你的谈判没办法突破 你战争啊 边界打一打 你又不可能真的升高 啊 整个局整个局呢 又维持现状 继续闷在那了 哦 原来是这样看的 有意思啊 呃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 为您连线访问东武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今天聊老师先在节目中啊 就呃 上个礼拜的周末啊 这真主党跟以色列呃 开火了 而双方开火的这个呃 情势如何 还有更重要的是 让整个中东情势走到现在 目前这个状况 真的是用闷锅来形容啊 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德国 我们比较少关注德国的现况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德国发生了恐攻 这个真的恐怕对很多这个这个读者印象当中说 诶 德国是一个很安定的一个社会 他怎么会有恐攻呢 嗯 所以所以这个就本身有意思 我们先讲这个事件啊 这事件的发生在上礼拜五啊 上礼拜五八月二十三号晚上九点四十分啊 那德国西部的这个大一个城呢 叫索林根 索林根呢 他在庆祝建成六百五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 而进了活动的时候 有个叙利亚的这个难民呢 他就冲进去拿着刀的挥舞 就是就是杀人啊 无区别的杀人 杀人的最后就造成三个死亡 八个受伤啊 那当然他也被抓了 被抓了呢 当然 他是谁呢啊 那伊斯兰国马上就发表声明 说是他们干的啊 说这个叙利亚呢 那是伊斯兰国叫IS的战士 嗯 那那他的目的就是要杀的异教徒 你不信封真主阿拉 你就该死啊 呃 然后呢 那就问了哈 那你说 那这第一个他就警觉到了 这个伊斯兰国并不是死灰复燃啊 而是原来没有没有死透啊 他是呃 原来在美国在呃 在这个叙利亚呢 伊拉克战争说已经大概让伊斯兰国溃散 嗯 但他们已经散到那么叙利亚了 阿富汗了 塔吉克了啊 巴基斯坦啊 然后散到这些地方 然后还有很多细胞啊 随时可能被唤醒 然后对细胞造成攻击啊 然后那德国联邦就想到 对啊 嗯 我们在如果说我们刚刚讲到德国很安静 克尼回想一下上一次的攻击呢 是2016啊 啊 2016 8年前 8年前一个图尼西亚人驾卡车 冲撞了柏林的一个耶旦市集 嗯 嗯 如果他还记得我的印象 圣诞节嘛 嗯 前夕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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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集 市集就冲进去就造成12个人死亡啊 啊 那如果再算的话呢 2000年以来有十几起的这个恐怖攻击 跟IS都有关系 嗯 人家发现第一个 IS的关系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叙利亚人怎么冒出来的 嗯 他是难民吧 他是难民 他是2022年 呃 难民身份到德国来寻求庇护啊 嗯 那于是德国你不要讲极右派 在野党的这个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些议员 就表示我们受够了 不要再让更多的什么阿富汗人叙利亚人来 德国难民太多了 嗯 啊 那那么以前梅克尔的时候就就是讲人道嘛 然后一大堆难民来 说德国难民一大堆 所以所以你看哈 如果大家这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 那前几个礼拜我们有分析到英国的暴动吧 对 英国的暴动搞了几个礼拜 那就是因为几个小孩被杀了 然后他传言杀他的人 也是一个穆斯林的移民啊 啊 那于是这些右派的极右派的 你可以发现这个这个是这股气啊 或者运动是会传染的吧 这会影响的极右派起来 说他就是我们就是反移民 反难民 反非法移民啊 这政策怎么把它厘清 那英国是这样 那德国这样也这样子啊 这德国是这样子 所以难民这整个起来 那你说欧洲的极右派的势力起来 他的各国之间会互相影响的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呢 德国马上要进行地方选举啊 有几个帮的这个选举 那你说德国最右的就要另类选择党 另类选择党 他这个整个的气势 气势一下被拉起来了 拉起来了 然后索林根这个城呢 他这个帮啊 就是北莱因西法利亚帮 那是德国人口最多的帮啊 你在这个帮的影响 那你说这个选举 会不会影响到几个地方选举呢 那如果地方选举 原来就另类选择党激进的政党 万一拿下了德国几个帮啊 就算是小帮 那总是德国的政治版图在改变啊 那整个整个欧洲的氛围又不一样 所以任何一个小的恐攻啊 或者是移民的一些动乱啊 都会让欧洲原来就已经潜在的 好像马上要爆出来的移民问题啊 一下被点燃 然后极右派的势力整个起来 所以他是 你不是光看德国 你是看欧洲的极右派民粹的 串起来的 那这个趋势里面 德国就刚好在其中的一个环节 那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 那是影响到整个欧洲将来的发展 所以也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是欧洲的这个极右派的民粹的主义的兴起 我恐怕我觉得这如果放在这一整年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议题 同时也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啊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连线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花了很多的时间 来跟大家一块儿解说重要的新闻外电 老师我们先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进一段台湖广告 那么台湖广告之后 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就过来就过来 你好奇吗 印度梦买如何超越北京 略升为亚洲亿万富豪之都 中巴之间互相力挺 是否造成中国与印度间的紧张关系 中印边界的僵持 最终结果可能会如何呢 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兴趣 那您绝对不能错过 由前驻印度公史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陈慕明教授主持的 这样看中国 让我们一起了解南亚 关心中国周边区域情势 8月1号起 请锁定每周四晚间 9点半到10点 这样看中国 我们空中见哦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 那么志平在节目中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刚刚现在节目里面解说了 有关于中东的情势 还有德国的恐攻 特别是我们从德国的恐攻当中 可以看得到这一整年来接下来 这个在欧洲很多极右派的这个兴起 于是乎也造成了政情的转变 老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印度啊 印度的总理啊 莫迪他到乌克兰去访问 好像这俄乌战争打了这么久了 他是第一次去吧 那这一场他去有什么可以观察的重点呢 对 他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他甚至是这个乌克兰呢 跟印度建交30年来 第一个到乌克兰访问的印度总理 那为什么要去呢 因为他表示他很公正 他是中立的 他是平衡的 他平衡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跟俄罗斯关系不错 俄罗斯说那么 俄乌战争打下来 印度从来没有谴责过俄罗斯 没谴责过俄罗斯 那么所以泽伦斯基呢 乌克兰这边说 印度不公平嘛 你没有谴责过俄罗斯 那其实印度呢 他是俄罗斯的石油最大的买家 你说因为这个西方的 一打仗的俄罗斯的油啊气啊 没办法卖到欧洲 那印度说我买吧 那么印度的武器 绝大部分呢 也都跟俄罗斯买的 也就是说 他们这个关系啊 从冷战时候就开始关系密切了 一直到现在 从苏联时代到俄罗斯时代啊 那关系非常密切 关系密切呢 那么所以 印度从来没有谴责过俄罗斯 那今年呢 那么这个 开这个乌克兰的和平会议啊 是 和平会议的时候 印度有派代表区 但是印度没有签字 没有签字 六月份的时候 在瑞士乌克兰的国际问题 国际和平演讲会 没有签字 没有签字 他说 你的乌克兰呢 你是说刻意的排除俄罗斯参加 那你一个和平的一个峰会 没有俄罗斯参加 怎么可能呢 手不签字 对 那么7月8号的时候呢 那莫迪到了莫斯科访问 莫斯科访问这是 这是这个俄乌战争以来 莫迪第一次访问莫斯科 那么他也是三连任后 手渡到莫斯科访问 而且就是美国 美国不是也拉着莫迪吗 但是莫迪说 他跟俄罗斯的关系 那么是传统的关系 他两人相互拥抱 相互拥抱 表示印度 表示对俄罗斯的一个支持 那现在讲印度 为什么要去呢 那是因为俄罗斯最近 因为俄乌战争之后 跟中国大陆走得越来越近 那印度跟中国之间 不是有摩擦吗 你俄罗斯是苏联时代 开始就是印度的传统的盟邦 那你像跟中国走那么近 那印度也吃味 他希望也平衡一下拉回来 可是整个的 在拉这个俄罗斯的过程里面 美国看在眼里 美国说你印度怎么讲呢 印度表示我是战略自主 而且我这个政策叫积极的中立 有两面的平衡 那平衡呢 那乌克兰两面的平衡 那你没来过我这里 你怎么叫平衡呢 所以莫迪就跑去了 那一般的评论说 莫迪做得比习近平要好啊 习近平跟俄罗斯关心的一切 可是习近平欧乌战争之后 他没有去过乌克兰啊 他跟泽连斯基打电话而已啊 没有去过 莫迪说我去 签了一些约 怎么样加强双边的关系 可是问题是 那你这调停有用吗 他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嘛 你跟俄罗斯你能对他说重话吗 你能怎么样想 没有啊 他只是表示我是一个平衡嘛 那美国呢 当然也看到了 看眼里 所以23号的时候呢 莫迪在那边 美国也跟莫迪 拜登也跟莫迪打了电话 他说我支持你 这真正 但是美国也知道 所以礼拜一的时候呢 拜登也跟莫迪也通了电话 说我知道你刚去那边很好 大家都为了这个和平啊 可是大家为了和平 那么美国呢 当然就是不是光讲话 他给援助啊 所以美国给了这个印度 120个million 那么一亿两千五百万 一两千五百万呢 事实上我们就算了一下 2022年开战以来 美国给乌克兰的援助 已经达到了50个billion 就500亿啊 那现在又给了一亿多 一亿多的援助给 真实的给你嘛 可是呢 就在这个时候 战场上就其实有点紧张了 就是大家支持乌克兰嘛 可是战场那么紧张呢 以前我们不是讲吗 乌克兰 那么他就他在八月初的时候 他的部队进到了库斯克 对 就是二战之后 第一次有俄罗斯的领土 被外国部队进来了 进来了 可是问题是进来以后呢 进来以后 进来以后俄罗斯当然反击啊 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 也只能开始暴富啊 暴富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 8月26号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 到今天为止 规模最大的空袭 127枚火箭 109架无人机 做到攻击基辅的水利发电厂 那就看了 就看虽然有被打到啊 如果后来撑不住水利发电厂溃堤了 那后面下游的机架外人就受到影响了 可能被淹死了 那就这其实很 其实就战场上严重 严重的 那么俄罗斯的外长呢 拉夫罗夫啊 里边二手就讲了 他说啊 这个乌克兰呢 老是用西方武器在我国内 在我内部打啊 小孩玩火柴啊 你美国 你们这些大人要管一管的 不然烧起来了 啊 他讲的小孩玩火柴一样 那美国说 乌克兰打库斯克 那是乌克兰自己打 不是我啊 不是我在后面支持啊 那么美 那么美国 这个俄罗斯说 根据我的情报啊 他进来以后 我俄罗斯要驰援的 这些部队 卫星监控的资料 你们都去拿去给 都去给 给这个乌克兰呢 你说你没有支持 你在卫星情报 你可以提供给他啊 对不对 你要叫他不要 不要在这个小孩 不要再玩火了 玩火 所以拉夫罗夫讲 很可能会引爆 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那这大战 那于是我们从外界 我们就看了 是不是引爆第二次大战 那就看俄罗斯 他是不是 拉夫罗夫也扬言 他修改 他使用核武的 一个原则 那他会不会用战术核武呢 是 那北京不断告诉俄罗斯 不能用核武 那你说北京 俄罗斯关系多好 北京告诉俄罗斯 不能用核武 所以现在到底 因为到底在战场上 是什么状况 双方的 这个印度中 印度美国 大家的外交的布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乌克兰的非常热闹 但是情势呢 又有点潜在的紧张 所以这是上个礼拜 我们看到的一个图像 是 刘碧荣老师为我们分享了 这个有关于这个 印度 从印度出发啊 因为印度的总理莫迪 他到乌克兰去访问 于是乎我们看看整个 俄乌战争的一个重点 最近变成了 除了莫迪的去访问之外 另外还包括了俄乌战争 最新的一些情势啊 这个俄国被这个入侵之后 相关的一些军事的进展 还有就是 未来是不是动用 核子武器这件事情 又重新啊 再被讨论到 我记得在两年多以前啊 这个俄乌战争 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大家也曾经去 讨论到这个面向过 所以这整个啊 一个整个脉络看下来 老师我想请教您这个话题 假定我们再回到印度 刚刚您的出发点来看的话 这个印度去到乌克兰去访问 好那这是一个 关于国际县市的一个平衡 那假定最后关键 就在美国的身上的话 有没有可能这个 未来美国的这个政情的转变 对于整个乌克兰的情势 又会是另外一个关键的影响 我特别指的 当然就是11月的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因为市场国际新闻 你看刚刚我们从印度出发 我市场让听众朋友晓得 很多新闻 它环环相扣 你看你怎么切 怎么切环环相扣 环环相扣呢 那当然呢 那么美国呢 他的总统选举 当然会影响到 到底要不要支持乌克兰 你说如果是 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 他的川普非常务实 他不见得要这样子 继续支持乌克兰嘛 但是乌克兰 所以也有这种讲法 就是我们上次也谈到 乌克兰为什么要发动 这个库斯克的攻击呢 他强调是他的独立的一个计划 就是我独立计划 我能独立执行 我能够打的俄罗斯 来个措手不及 我就要告诉西方讲 我有能力打 所以你们不管是川普呢 还是Harris 就贺锦丽啊 不管谁当选 你要支持我 我有能力打呀 我有能力打 那有能力打 可是问题是这个战争已经打到全世界大家都有精疲力竭了 那精疲力竭了 所以当然没想说那怎么谈呢 所以最近泽伦斯基也放话了 他也不是不能谈 他是可以谈 他也放这种话再谈 那现在就是谈那怎么个谈法 那还是老问题了 那你这个俄罗斯撤不撤 如果不撤我们就地停火 那你占领的地方怎么谈 所以谈判可以分几种 一种就在停火 然后才可能就谈到和平协议 先停火是一回事 然后和平协议才是后来的秩序安排 然后看怎么谈 但是这里面慢慢的重点又有点改变 那像美国现在讲说 我们不是讲吗 中国跟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了 所以美国在上礼拜纽约时报登出来 拜登在三月份的时候 已经改了美国的核武战略了 过去美国的核武战略是专门嚇阻 嚇阻这个俄罗斯 现在是嚇阻俄罗斯和中国 他就中国的核武呢 已经跟俄罗斯可以平起平坐了 但如果放大的话 还有啊北韩了 所以他们最担心的 其实国际政治上的结果家 就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 那当然你说他们的影响 那大小不一样 但是首先就是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 这三个就是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三角形呢 构成地缘政治上的心脏 在地缘政治的这个世界岛 那各家怎么围堵 这俄罗斯中国和伊朗 那现在又拉进了这个北韩 那所以这四个国家 大家特别重视 那不管谁当美国总统 他所面对的潜在的威胁 就还一样吧 还是这四个国家 所以只是处理的方法可能不一样 但是就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力度呢 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乌克兰也紧张 还要看到到底怎么样 所以这里面当然 只要有人 这个人事更迭 政策就可能有所变化 或操作的方法会不同 所以这就是特别值我们关注的地方 也真的是如老师所说 这个每一个区域看来的这些事情 也许都是环环相扣 这整个全球来看才是最精准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瓶为您连线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分别就中东的情势 德国的恐攻 还有印度的外交 甚至于我们看到是俄乌情势 最新的进展 我们也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老师辛苦您了 谢谢 谢谢 对于台湾的政治 社会与历史 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 台湾是怎么想的呢 中央广播电台 每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王家轩主持 以人为出发点 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 多面向探索人物 书籍 历史 与新闻等议题 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请锁定 每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台湾怎么想节目 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台湾 谢谢您的收听 咱们就明天再会咯 拜拜 早安 你好 欢迎光临 今天吃汉堡或sandwich 您的收听 咱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